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2月29日礼拜四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台湾立法委员吴炳锐提出 自从香港中国化之后 转口贸易地位恐怕会急速衰落 沦为金融中心废墟 他指出台湾应该要设立防火墙 紧随美国的步伐 若然港币被踢出美金结算机制 台湾就不应该容许港币 直接兑换新台币 第二个消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特区政府将会增拨10亿9千万元 给旅发局和旅游事务署 以推动旅游业发展措施和活动 例如每个月在维港举行烟火和无人机表演 以及重新塑造幻彩泳香港 消息传出以后 很快在微博和小红书等大陆的平台封传 而绝大部分的留言都是狂踩相关的措施 甚至有网民认为措施在嘲讽大陆人 未见过烟花 又批评特区政府好像没有见过世面一样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港元的地位 是不是岌岌可危呢 在较早前 台湾立法院就邀请了行政院长陈建仁 联同是各部会的首长进行总质询 民进党的立委吴炳裔提出质询的时候就关切到了 美国国会正在检讨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 这项法案背后就有四个重大意义 第一就是香港驻美国的三个经贸办 有没有维持着原有地位的必要呢 因为香港在反送中以后 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城市了 如今没有其他的城市 是可以获得如此重要的外交地位的 因此就要检讨 第二 是香港的货物到美国的关税 将来能不能够再享有和大陆不同的地位呢 如果不行的话香港就会失去了转口贸易的地位了 吴炳裔还指出东方明珠祖就已经蒙残 现在更加被讽刺沦为了金融废墟和遗址 第三就是过去有很多西方高科技 都是以香港作为窗口进入中国的 现在同样都会被检讨了 这只白手套就快没得用了 第四也是最严重的 就是美国方面讨论中 港币能不能够直接兑换美金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是可以用两种货币来兑换美金的 故此 港币就有可能是会被踢出美金的结算机制 吴炳裔指出 台湾过去就跟随着美国的政策 给予了香港很多不同的对待 但是如今 美国对香港的立场变改了 若然港币没办法兑换成为美金 香港的经济 很快就会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他质疑台湾的行政团队和国安单位 是不是有设置任何防火墙措施 和检讨的准备 按照吴炳裔立委的说法 他主张一旦港币不能再跟美金兑换 其实台湾方面也应该要叫停港币兑换新台币的可行性 以上就是台湾立委吴炳裔所提出的主张 在他的言论当中提述一点 和港币有关 他就指出说 港币将来有机会是可能被踢出美金的结算机制的 他这里说的是什么结算机制呢 其实就是说CHIPS CHIPS就是美元结算机制 一旦美国真的要按下金融核弹 对香港实施所谓金融上的制裁 他有很多招数 现在只不过大家都在估计 他又没有说会用 但他一用的时候 港币就很大机会变费纸了 他有什么招数呢 其中一个已经是广受讨论的 就是Swift系统 可能会踢走你香港的银行 踢走你香港的金融机构 那就大件事了 至于CHIPS是怎样呢 一旦美国真的禁止香港 来到去使用这个美元结算系统的时候 就等同于 是切断了香港的跨境美元支付路径 到底他那个所谓制裁 或者是金融核弹的范围覆盖面 是有多广呢 那也是不知道的 他可以针对个别的银行来到去操作 或者针对整个香港来到操作 大家看回俄罗斯 他本身就选你俄罗斯几间银行来到去制裁 后来整个俄罗斯 连俄央行就制裁 你俄罗斯整个国家都制裁 所以现在都很难来到去怎样说得实 又或者他最终不出这个金融核弹又不知道 但是 就是台湾的立法院现在就讨论一些叫做超前部署 或者一些预备的方案 应急的方案 好了 就是说 一旦美国真的用到这个所谓金融核弹的时候 若然他只是针对个别银行 不让他再使用这个chips系统的话 那被制裁的那间银行 仍然可以在香港本地来开展美元的贸易 但是就很难跟香港以外的银行进行交易 就是你本地自己围牢 他都干预不了你的 就是如果他只是针对个别银行 好了 但是如果他针对整个香港 不让你用这个chips系统又怎样呢 那么香港本地的银行商户之间 他仍然是可以进行美元的交易 因为你自己和自己玩而已 左手交右手而已 但是就很难跟香港以外的银行进行交易 香港的美元的进出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是会导致美元的流动性下降 对香港的金融体系 是会构成严重的打击 那么现在就是 就是台湾方面突然之间 就吹起了这个风向 就说 就是港币会不会有机会被踢出这个美金的结算机制 就是人家突然之间就讨论这一件事 那会不会是空月来风 就未必无因 会不会人家收到什么风向 是不是 那么好了 我自己的看法就认为是 目前这一刻 你说会不会突然之间 美国帮一声弹出这个金融核弹 我认为未必会 尤其是今年有大选年 大选之前会不会 扔这个金融核弹 我认为的机会是很小 很坦白说 但是 我自己都认为 香港市民就要做一个超前部署 你不要等到那个机会 那些人都知道 哇 有机会会杀到来 那你才去部署 那就不用部署了 到时亂作一团 现在 仍是叫做风平浪静的时候 就要做定部署了 要不是何谓超前部署 是人都知道 会出事的时候才部署 那时候已经不轮到一般平民百姓 来做任何的 应急 现在这一刻就应该好去做 那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作为市民 可能有些人又说 你几人休天 如果你认为几人休天 或者港人休天 可以直接放任不管 那你拿着港币 当是保费 也没所谓 真的 如果你觉得零风险 那就直接不用理 如果你觉得有多少风险 那可以怎么做呢 实际我经常都建议大家 就是说 你不只是保留 生活所需的份额 的港元 来放在银行那里 其余的款項 你不一定要以港币的形式 来去保存 这件事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即是在香港兑换外币 现在还是没有上限的 你有多少钱 你喜欢兑 你就兑饱它 那它不会干预你的 那当然银行会收多少手续费 这个就是 各下释除专辩 你要怎么做 我经常都鼓励大家 就是说 喂 就算你以一个理财的角度也好 你不要只说政治了 不要只说地缘风险了 理财的角度 你都不一定全部都握港币 可以握其他 但是如果你说要避险的 那可以怎么做呢 你把港元兑做美金 就一定没有风险了 你不需要怕 我兑了第二个货币 举个例子 可能兑了日元 怕着它跌了 那个纸水 那我就舍 那美元就一定没有跌了 因为如果联系汇率仍然是能够 保持住的话 那它就在这个7.75至7.85的区间上落 好似今天的美元回价 一美元就对7.83港币 不如说你今天买入了1万元的美金 那你要7.8300港币 那再加多少手续费 那将来跌到7.75港币 那你1万美金 都是虚几个水 但是你买回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安心 那你拿着美金 是否觉得 比起拿着港币 更加有一个强一点的信心呢 那如果是的 那这个波幅 我想大家都能承受得到 如果你说不是的 我几百元都不想虚 不要搞了 那你就不要搞了 那你就一直拿着港币 没问题的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认为 如果你认为 持续拿着所有的钱都是港币 你认为有危险的 那你就换下其他的货币 而美金绝对就是一个 我认为 极可信的货币 那好了 将来有朝一日 如果美国佬真的是出手的 联系汇率可能就是不保了 他这个又可以限chips 又可以限swift 又可以限 他太多招数了 那到时 若然保不住的话 那你拿着美金 就会发 至少你保住了 那个购买力 保住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真的没有坏 那还有一件事 要提醒大家 就是 你将那些港币兑了美金以后 到底你储存在哪里呢 如果你继续储存在香港本地的银行那里 那就是说你的钱 始终都没有离开到这个经济体的 那你那个担心 其实是没有消除到的 如果你兑换美金 那担心就是基于说 说港元会不会被人踢出这个swift 踢出这个chips 那样那样 那你最好就将那些钱都不要放在同一个经济体 那些离岸户口就大怕用场了 那相关的讯息就自行向银行查询 但是反正怎么也好 这些超前部署就要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那里做的 就不是说 哇 大家都知道那些东西的时候才做 就不用做 那至于在现在这一刻 究竟你大部分的资产 如果是以港币的形式持有的话 那个风险有多高呢 那要自行来去衡量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回这个财政预算案的消息了 因为我今天才复出 昨天都被迫封咪 还未曾好 那就不要搞了 其实我也有想过 昨天会不会 吃粒那些痛薄匙 又很止痛 但是我免得又流浓 又整天又在扁图线那里 那今天我自己就去 我八卦了 用那些手机的光照 没有东西了 那这样 但是 常常都很口干 那今天就说回 不要紧了 预算案的消息 不会迟了 那说到 特区政府打算 拨十亿九千万元 走去搞这个 维港的烟火和无人机表演 和重新塑造幻彩榮香港 那要吸引那些旅客 要推动这个旅游业的发展 那这样 那我们看看 究竟官方是搞什么 那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解释了 推动经济就有三头马车的 就是出口 消费和投资 那你那三头马车呢 你要 就是并驾齐区 同一个方向走才行 哈哈哈哈 你那三头马车 如果分开三变 那来走变五马分尸 哈哈哈哈 好大件事啊 好了 那 那 陈茂波就解释 出口能够做的 空间 就很有限的了 唯一能够大力推动到的 就是提振消费 吸引多些旅客来香港 那 那当客量啊 就足够大的时候 就提升旅游产品啊 服务的供应 那让旅客有好的体验 相信旅客过得开心 就会愿意消费的了 所以呢 所以呢 短期啊 就投资不少的资源 在旅游相关的推动 那 陈茂波强调啊 那 不只是单是为了推动旅游业的 那 当旅游业暢旺的时候啊 都会带动到居屋消费的旅客来香港 那到时啊 零售业 和餐饮业呢 其他的环节都会受惠的了 就是他在画大饼而已 那 现在呢 推动旅游业 旅游业旺的时候呢 高消费一刻就来 高消费一刻就来 又喝了 吃了 睡了 又买了 又买了 发财了 那样 就是我告诉他啊 你经常说要谷高的客量 那为什么日本不需要谷高的客量 那为什么日本不需要谷高的客量 赚的钱可以多过你呢 其实你在搞什么呢 为什么你一个城市的客量 可以超过一个国家 你赚的钱都比人更少 就是你吸收的客量很多 是低端人口 是没那么多 我都不想用这个描述 低端人口 不是我说的 这是共产党发明的词汇 我也是引述他 为什么人家一个国家 招待没有你那么多的客人 你一个特区招待那么多的客人 你赚到的钱更少的人 你反省一下 还在说吸引那么多人来 有没有作用的 那些人又窮又窮 你怎么办 你叫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是不是 你有十亿九千万 等在这些什么推动 旅游业那里 你不如思考一下 改善民生更好 有些东西叫做 有所为有所不为 消费券 最终讨论到现在 一元鸡都没有 那就是懲罚基层 然后呢 那这样的税务 从六千元 就缩到三千元 这就是懲罚中产 因为你等同于 令到那些人交税 是要交多三千元 那你还不是懲罚他 等同于是加了三千元税 那客观效果就是 因为本来是欢勉的 那你就告诉别人 你听说 我不派消费券 税务宽便宽 又缩皮了 然后你或者拿去烧烟花 拿去什么无人机 那你就问那些市民 是不是很接纳 可能在国安法的环境下 他说是接纳的 那把口是这样说的 应该会 心里是这样想的 大哥 搞这些事情 就是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 你不见澳门搞多鬼鱼 澳门是什么 开了两张八家乐桌 你来不来 是不是 浪费 真是 根本上搞了这些事情 我们再看他说什么 呂法局将会每个月 举办维港烟火和无人机的表演 残茂波一再强调 烟花和烟火就很不同 我们听听他的解释是怎样 他说放烟火的成本就相对便宜很多 而且作为旅游产品 就希望那些旅客 来到香港多点东西玩 多点东西看 就多留一两天在香港 相信日后旅法局 可以探讨是寻找赞助的 就是你找那些地产商 扔心口就对了 老老实实 现在你就跪下了 走去 说全面的切纳 还要找金管局助攻 那些大头鬼 边缘人 走去上车 好心就找回那些地产商 扔心口 每人至少赞助一头半个月 不是不赞助 施老板有份赞助 你也有受惠 是不是 你的中原地产 多了人交投 就是赞勇 做地产中介最怕就没有交易 是不是 你现在才说 日后探讨 现在好去思考一下 这个东西 烧政府的钱 烧地产商的钱 就比赚了这么久 是不是 过往赚了这么多钱 都离谱的 陈茂波就说 放一次烟花就要一千几百万 烟火就一百万 相差很大 具体的做法就交给女法局 我听的都听不明白 原来烟花就一千几百万 烟火就一百万 我经常以为烟花和烟火 就是大陆和香港的池汇差别 原来不是的 烟火就是规模小一点 烟花就比较贵 他那些语文也不知哪个先生教他的 原来是这样理解的 烟花和烟火 你过年的时候说是烟花会演吗 你也是说烟火而已 放一千几百万那次 我不知道 可能我不懂 我中文系毕业 可能我过期了 他现在才是权威 他很厉害 但是你搞这些东西 我可以总结一句 就是做鬼都不靓 你只能吸引到一些低端的旅客 那些真是完全没见过世面 一輩子蹲在农村 乡下那些 看到烟花会 娃娃鬼叫那些就是 一般的旅客 看到烟花会 会不会特意摸来香港看 会日12月31日 那班旅客 就立即摸回大陆 看完之后 有本来看的 你就会吸引那些旅客来消费 蛤? 什么饮食? 什么住酒店?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凡是有多少识见的旅客 他本身如果是住在沿海地区 他自己也有一体 要不要去香港看 你那些比较多 香港现在放的那些烟花 就是要向大陆买的 现在香港还有烟花厂 还有炮竹厂 没有了很久 澳门的那些都倒倒了十世 有什么分别 他要来这里看 对不对 你不要说大陆那些小红书 那些网民听不明白 我也听不明白 你花钱这样冤枉 待会那些长者两元的搭车 又说要检讨 检什么图 就是想移动 是不是 我唯一的建议给你那两元搭车 是什么呢? 我说过了 就是你修订那个发牌机制 将来你发牌给这个城巴 九巴 余巴 还有给这个港铁的时候 你硬性规定他 直接在他的源头收费 是六十岁或以上的长者就收两元 那你特区政府就一毫子的补贴都不用了 因为我帮你想想 陈茂波 你省下六十几亿了 一年 不用常说 每年因为两元的车票 那个津贴要六十几亿 你贴给九巴乘巴和港铁而已 是不是 你需要贴给他 他本身已经赚到肥物都穿不下了 那还用不需要你懒偉大地去补贴他呢? 你直接要求他在源头收两元 就什么都搞定了 反正他每天开了多少班车的时间表 已经报了上运输处 不是乱改的嘛 故此他的固定成本 他的费费是否都被这么多了 你说多了些长者回答 多了些长者回答 他就赚少一点 他不会因为 赚少了而倒闭的嘛 不会赚少了而蚀钱的嘛 你要记住 真是多什么 整天就在那里 想起了些傻乱的东西 想着这里又削 那里又削 开支就要削 福利就不应该要削 告诉你 你听 根本上就应该要他赚少一点 喂 那些巴士公司 地铁公司 他不应该肯负多少的社会责任 对不对 为什么要你特区政府 什么都背上身 你现在很有米 发债又当收入了 你已经 很笨的 我帮你想起来 真的 修改个快牌条件就可以了 你怕他不做 他一样的反应 不要把那些打手出来 在那里吠 告诉你 有理容 因为你有国安大法 那不用怕 你全面管治权的嘛 小小事做不到 你已经是坏了 被那些地产商 夹到你要切辣的了 这些东西你都不懂得去做 你的港帖 根本上你特区政府佔一半股份的嘛 那都说做不到 真是傻乱的 不要说那个 说回那些小红书那些人 又在那里吵什么 哈哈哈哈 那些人不断把陈茂波在网上 唉 真是不得他死 HK01的报道就说 每个月放烟火 那个消息传开了之后 在微博和小红书上 绝大部分的留言 都是负面的 質疑他的成效 有人就说 哪有人会专门到香港看烟花的 有 那些盲毛啊 见识甚浅 那些就会了 真真正正走下来 只是看你的烟花 看完就撇掉了 你说要走下来 说为了看烟花 又进入马场那里倒马 然后又去到这个深度游 不用指望 不要这么大上头 你纯粹 如果你吸引到他来看烟花 那些是什么人 大哥 那些人 会因为你放了烟花 而被你吸引到 会是什么人 麻烦你自己思考一下 陈茂波 另一个留言 就说 确定是不会审美疲劳的吗 搞些务实的事 香港政府 这些是上面的人说的 你说曾人支持 你们上去抓他 另一个就说 哇 真是奇葩 连烟花经济都想到 是啊 好了 另一个留言 有几多人会因为烟花落香港 很有限 是不是 去了 都怕且会即日来回 酒店钱都赚不回 你听听别人怎么说 这就用家意见了 因为搞这些什么放烟花 其实主力就是吸大陆客 你不要给别人听吸美国客 是不是笑死人 就赚 好了 还有些旅客就说什么呢 就说 靠灶头赚了这些新鲜钱 没有回头黑的 另一个就说 你本地人都纷纷不上消费 你为什么还不懂得反思呢 好了 还有一堆人就借头借路了 哎 你与其放烟花 不如为那些旅客发消费券 更实在 要求将烟花的费用 打折成为消费券 给旅客领取 不如针对大陆旅客 搞交通费半价 更实际 所以你看看 那些人叫你不要放烟花 直接放给他们 消费 所以搞来搞去 这些东西 无非就是运吉 这里又说 花十亿九千万 那里一带一路奖学金 又说要放几亿下去 实际上 山大斩麻有柴 很多没有必要的开支 你就减少了它 你那些政府内部的 部门的开支 又减少了它 很多那些无谓的开支 一旦减少了的时候 就算你的收入不要增加 起码你可以将财赤 缩少了 你不一定说要 征费又增加 税又增加 税又增加 现在税又增加了 现在就主力针对那些 所谓富人 你不要以为已经去到尽头 初期一定是针对极少数人 你觉得财赤如果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它只能加富人吗 遲些就加一加 中产又是受害 接着就到基层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不应该 从加税 或者增加收入的角度 想那么多的事情 应该是削减 无谓的开支 由头到尾 其实就有很多佣元 废人 或者无谓的开支 搞了出来 但是以往 社会繁荣安定 富裕的时候 多些无谓的人 就当多个人多商快 现在不是这么说 现在你发债又说 当收入 如果发债不当收入 今年财赤就是过千亿 故此 你只要把无谓的支出 削减一点 就已经减轻很多了 好心向这个方向走一下 不要经常说 加这些 加那些 根本就是你本身的官僚体 是太过庞大 太过永聚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